2022年7月2日,是人手集团IPO抽签结果的公布日期 IPO抽签结果不仅能看到市场的参与究竟有多热闹 也能够大概估算出之后开盘会有多高 那么你知道这些抽签结果要在哪里寻找吗? 本期视频我将会介绍 在申请IPO后的数天,如何寻找这些IPO的抽签结果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不妨给个like和subscribe这个YouTube频道 那么现在开始进入主题 在马来西亚进行IPO的这些公司,都只会有两家issuing house 分别是TIH,Trico Investor and Issuing House 以及MIH,Malaysian Issuing House 只需要在招股说明书中寻找issuing house 就能够知道到底是TIH或MIH作为支持IPO的issuing house 拿开头的人手集团作为例子 在它的招股说明书中 只要寻找issuing house 就能够确认TIH是人手集团的issuing house 那么在IPO抽签结果当天,我们可以在TIH的网站找到这个数据 而几天前申请截止的宴河IPO,则是MIH作为宴河的issuing house 搜寻来自TIH的抽签结果其实很简单 首先在招股引擎搜寻TIH 点击第一个结果,TIH online 之后在右边黄色格子,点击press release 在这里就是这些上市公司的IPO抽签结果 第一个是人手集团,最前面的都是刚刚IPO的公司 在隔壁的choose and option中有两种选择 press release和basis of element 在press release这份文件中会简单讲解新股发行的概括 此外,IPO的超额人购率是多少 也会分为三个类比来记录 分别是整体、赌注以及大众 最后则是说明人数集团的股票 将会在7月9日或之前配送至CTS户口 而basis of element就是抽签结果的数据 上面一份是赌注类别的抽签结果 下面另一份是大众类别的抽签结果 这个抽签结果其实很容易理解 而且每个IPO的抽签结果的结构都非常历史 就用第一排来当做例子 后续的所有解释都是一样的 所有100股到900股的申请 全部都归类成Tier 1 也就是第一阶层 在这个Tier里面有207个申请 当中只有10个申请是成功的 这也等于每人有4.83%的机会 在这个Tier里抽签IPO 每一个成功的申请都可以分配到100股 后面这个数据则显示Tier 1总共分配到1000股 并且在这5600万股中占据0.02% 以上就是如何在TIH搜寻IPO抽签结果的方法 而MIH的搜寻步骤和抽签结果也很类似 以下将会展示如何在MIH网站搜寻IPO的抽签结果 首先在Google搜索Malaysian Issuing House 在这边可以直接点击IPO Press Release 和TIH一样会有两种文件的选择 其实两家Essuing House的文件结构都类似 除了一个部分之外 两家的Price Release内容都是一样的 但在MIH的Basis Affiliate 这边的Tier排列和TIH有一些差别 像是前面几排和后面的排列都不一样 除非IPO价钱过高 或是你的资金太小或太大 其实这两者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差别 那么以上就是如何在MIH搜寻IPO抽签结果的方法 通常新IPO的抽签结果会在公布当天的下午开始更新 可能是在下午3点也可能在傍晚5点 而在IPO抽签结果公布后的隔天 各个银行都会开始显示个人抽签的结果 能不能抽中就看银行里面的显示了 像是RAMSOIPO的抽签结果 Polimank用户申请的抽签结果已经出炉了 接下来几天之内截止的CTOS IPO 它的Essuing House也是TIH 你也可以用本期视频的内容 在IPO抽签结果公布的当天 轻易地在网络上找到这份文件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留个like和subscribe这个频道都随便你 那么我们之后的视频再见